這套追捕殺人狂其實無論是口碑、票房、人氣、老老實實在在香港都真的沒什麼聲氣 無他,我也不見得電影公司有很多宣傳 所以本來我自己都不打算入場看 不過就因為5-1的假期實在太空閒,沒什麼搞了 見到時間適合的入場看 怎樣看完之後有些驚喜,有什麼驚喜呢?回頭跟大家慢慢說吧 大家好,歡迎大家回來耶魯閒 我是Raymond,今天的節目就是完全劇透觀後感 會跟大家說這套追捕殺人狂的 不想讓我劇透到就記住看完再回來聽我的介紹 不過相信大家不太多機會看到了 因為我認為這套戲應該不久的將來就會完全落畫 因為過兩天就首先有Marvel的戲照 你知道Marvel的戲一上就罷了遠線 第二就是套戲本身的票房、口碑的而且又沒什麼聲氣 所以真的應該放不久的 但是大家照聽我的介紹 如果真的覺得你也覺得好的 不妨找機會入場支持一下 其實這件事發生在這件事發生在 就是12月31日晚大除夕晚 美國當然是全部人出街 又開派對、又慶祝、又加電話、又放煙花 怎料這個冷血的狂徒 就在放煙花、放到上天 就用來覆槍遠距離大屠殺出街慶祝的民眾 那次都死了29人 全國當然陷入高度戒備 要進行大規模的搜捕 所以連FBI的首席調查員林馬 也去到事發的社區 調動社區的警察進行大搜查 當中也招募了一個年輕的女警 艾連娜加入了核心的調查小隊 其實這個殺手都非常專業 因為留下給他們的線索真的不太多 所以他們就要逐層逐層抽屍摸檢去找線索 去找證據 慢慢推敲究竟空手是誰 究竟空手的動機是怎樣 這個過程我覺得是有趣 另外最後最後 老實說邪不能勝正 都是說找到一個兇手的 亦的確案件是可以告一段落的 不過亦都附上了尋爽的代價 有什麼代價呢? 我又覺得留給大家有興趣 自己入場看吧 其實我自己會覺得喜歡 不如說一些不喜歡的地方 這套戲其實老實說 節奏是比較慢的 他第一場已經是說他隨直慶祝 然後就大屠殺 所以一開始會精彩 但一開始精彩完之後 也有一個不短的篇幅 其實就是要慢慢去找線索 慢慢去抽屍摸檢去找真空 那個過程 就是由第一場槍戰 到第二場槍戰中間 有一段時間節奏比較慢 那段時間老實說 我都真的忠著眼分來看 這個是大家可以透足精神去看 還有可能我看八點 吃完飯 反氣攻心有些影響 但是 這個就是我不喜歡的地方 但是喜歡的地方就是 反而就是 雖然他節奏慢的 但是我看這套戲 我會覺得 當然我不是警察 我不懂得查案 但是看這套戲 好像令我覺得 好像在查案一樣 因為譬如他兇手 是沒有留下很多的線索 那麼他們就要 全美國一些可以買到 槍械的地方 的名單 逐個去找 找完之後 首先要查那支是甚麼槍 用甚麼子彈 然後找哪些供應商 有提供這支槍 然後又要去找那個供應商 最近這十年裏面 有哪些人買過這槍的名單 要鎖出來 這樣逐層逐層去找 那麼 我會覺得 雖然我不懂查案 但是我又覺得 遲遲地是真的查案是這樣查的 我好像學習了一些東西 那你不要想著看警飛片 就一定會覺得 查案這些東西 你會覺得像是查案 即是你看神探大戰 你看完之後 你不會覺得案是這樣查的 對不對 這套戲呢 我就令我覺得 可能真的查案是這樣查 所以就好像是 都有引人入勝的地方 不過他節奏真的比較慢 所以我覺得有中眼分 另外 其實這套戲 我覺得人物描寫 都挺有心思的 例如就是 最主要我覺得 三個人物描述 首先就是女主角 女主角 她雖然是一個女警 很有心的女警 但是其實她是 長期受到 即是年輕時候 一些精神創傷困擾 所以她是要長期 吃精神科藥物的 因為這件事的緣故 其實那些職場 是受到一些歧視的 例如她第一場 她趕著去槍擊的現場 但是去到 其實她因為精神緊張 又要一些救護員幫忙 又要給她一些氧氣機 去嗅 她一度就暈倒 然後又被一些同事 又串她 外面現在 鬼死那麼嚴重 鬼死那麼需要 我們警方 你反而現在還在浪費 醫療的資源 即是在職場上 她是受到一些欺凌 另外那個首席調查員 林馬 其實她是男的警探 但其實她也是一個丈夫 組織了一個同性婚姻的家庭 在職場上 亦都因為她同性戀的身份 亦都有一些說話 而最後那個兇手 亦都設計得很特別 那個兇手原來 在小時候 本身是乖乖伶俐 但因為一個意外的緣故 她就中過槍 中過槍之後 她的性格 雖然醫好了 沒有死 但自此之後 就變得很不喜歡 跟別人接觸 性格就很孤僻 雖然她練得一身 好武功 槍法如神 到戲裡面有說過 她的槍法 是奧運選手級的 但是她敢著這麼厲害 就去美國考入軍隊當兵 結果都被軍隊 可能因為她性格的問題 我相信不是因為技術 不是因為體能 可能因為性格的問題 就說她不適合當兵 又不讓她加入軍隊 所以其實三條最主要的角色線 分別都因為過去的經歷 或者自己一些不同特殊的情況 而影響到她的職業生涯 影響到她的仕途 而令她們的性格價值觀 是有一些扭曲的 所以其實這三條線 我覺得都寫得頗好 之餘最後她們遇到對方 遇到這一宗案 這一種的三條線 再交叉命運的重疊 我覺得都是頗引人入勝 所以我覺得是頗好看 還有看的過程 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多了 我有一種在看港產片的感覺 港產片就是 最出名的就是警匪片 這部電影就是很純粹的警匪片 沒有其他支持的 不會很老套 警探又要跟女下屬有些感情線 沒有這些 真的是純粹查案 很純粹的警匪片 還有她的演員 當然演員是我認得樣子 但認得樣子 又不是大聲 譬如Tom Cruise 他都會拍過警匪片 但因為我看的時候 就算她多麼警匪 甚至她說得明是抄 不是抄 不是抄 是向港產片的警匪片致敬 但我看到Tom Cruise 我自然就會抽離了 很清楚知道這套不是港產片 是不是 但因為這些演員 不算是大聲 反而我看的時候 一直在看一些查案 警匪 槍戰 肉搏 又沒有一些大聲 令我馬上抽離 馬上想起荷里活 當然都是講英文的 都是鬼婆鬼佬 但是我看的時候 是有一種港產片 看著港產警匪片的感覺 是挺過癮的 不過還是那句 節奏比較慢一點 所以真的 透足精神才入場看 這套戲 你問我 我自己是 中上 我覺得都值得入場支持 可能因為真的沒有太多人介紹過 或者沒有任何人氣 我完全沒有任何期望的情況下 入場就有些驚喜 我會覺得這套戲 我會替它不抵 因為它沒有人談論 因為它沒有人入場 因為它票房低 我會替它不抵 但是我覺得它應該值得有更多的關注度 所以如果大家聽完之後 都有些興趣的 就把握機會找場次 入場支持一下 追捕殺人狂 還有我想說 有一件事都是比較新的 就是為什麼FBI的首席調查員 林馬會選這個女主角 加入核心的調查 那個小組 就是說女主角 想到那個兇手想什麼 以前很多這些想法 但是這些想法 通常就是那個變態殺手 大家都想不到它 為什麼要這樣做 或者它接下來會怎麼做 因為大家都不是變態 然後無理啦 遇到另一個也有些怪癖 都是有些便便帶癡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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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癡 它特別能夠體諒到同樣有過一些經歷 有那些創傷的人 其實它一些歪曲了扭曲了的想法 它特別容易想到這些人想什麼 而不關乎它是心理變態這件事 根本那個女主角就不是心理變態 所以其實又給多了一個新的角度 我看這類的角色和這類的電影 好了 那我今天介紹真的到這裡了 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讚好、留言、分享和訂閱我的頻道 好了 拜拜